字幕 어쨌든 李宗盛 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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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次講到這個 宋代五官的形象 就是說你 像這樣子一幅 我們很難得看到的 宋代五官的 這種形象的這種圖繪 即便如此 在這裡頭你看到的五官形象 並沒有太多跟軍事相關的跡象 就是說除了他們身邊的侍衛而言 就這個五官本身 在這個圖上面 你看不到什麼跟軍事直接相關的印象 你可以想像這個岳飛韓世忠 這樣所謂的名將 在各位一般的這個理解中 應該是驍勇善戰 可是你看到這個圖 可能會有一點點失望 你看起來這個岳飛就胖胖 如此而已 感覺沒有什麼那種 驍勇善戰的感覺 對不對 韓世忠比較瘦 韓世忠在折 瘦瘦的 岳飛在這邊 但最胖的就是岳飛 所以就看半天 這沒有什麼英雄的形象 有沒有什麼蕭勇善戰的感覺 他們就站在那裡 也就是說 中國的這個主流文化裡頭 看起來並不太歌頌這種軍事 這種強調這種蕭勇善戰的形象 同樣的如果我們看在宋代 由這些文人所撰寫的賓書 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一種現象 我們先看一個對照 我們看一下歐洲的寫給騎士看的書 這個歐洲在中古時期 騎士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群人 他們是這個社會上掌握權勢的一群人 所以很多人想要成為騎士 那當成為騎士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你要學習很多軍事的技能 所以在十三十四四季 有很多的書是專門寫給這種想要當騎士的人來參考 那在這樣的書裡頭你就會看到一些圖畫 像這樣的版畫 在當時當中所謂的書裡頭的話都是版畫 像這樣的版畫 這個版畫底下沒有文字的敘述 這個下面的文字是二十四季的人打的 那其實版畫本身其實沒有任何的文字敘述 可是我想即便如此 各位都可以看得懂這兩幅圖在做什麼嗎 所以我沒有跟各位講任何的文字敘述 我也不跟各位講解 請問這兩幅圖畫的是什麼 這個人拿一個長矛類似的 類似長矛的東西去吃這個東西 對不對 然後吃的時候這邊有一個沙袋會打過來 也就是說我沒有做任何解釋 各位可能對歐洲中古也不是那麼熟悉 可是你看到這個圖 你大概知道是在做什麼 八九不離十啦 就是說你至少看到這個圖 你知道說他要拿這個東西去吃這個嘛 對不對 然後那下面是幹什麼 對 練習在馬上吃 可是沒有馬對不對 沒有馬是一個車子 可是模仿馬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圖在訓練什麼 他基本上要訓練什麼 對 練習長兵器對不對 練習中古時候 如果你記得你各位看中古時期的那個騎士的電影 中古騎士最常做的事情是做什麼 決鬥 決鬥 對 對 禁忌啦 我們叫做禁忌 英文叫做tournament 英文叫做tournament 你可以說它是一種決鬥 就是一對一的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說決鬥 因為它是一對一 一對一幹嘛 中古的騎士最常做的事情是怎麼樣 拿著長矛然後呢 騎在馬上 然後兩個人玩對撞嘛 對不對 你記得嗎 對不對 就是你騎著一匹馬 然後拿一個長矛 拿著盾牌 然後對方也騎著一匹馬 然後對牌兩個人高速的接近 對不對 這個就叫做禁忌 英文叫做tournament 說我們把它翻譯成禁忌 你要把它翻譯成決鬥也OK啦 我覺得這個 這也不 我覺得也是滿貼切的翻譯 那這個圖其實就在告訴你 你怎麼樣練習禁忌嘛 你要知道馬上禁忌是非常危險的 你可以想像你騎著馬 然後馬高速的跑 然後你拿著長矛跟盾牌 然後跟對方交錯的一瞬間 你做什麼事情 你拿你的長矛去刺對方 然後同時你要閃躲對方的長矛 對不對 就是一次一閃這樣的動作 其實非常危險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這個沒有經驗 沒有技術的人 是不可能騎在馬上去做這樣練習 他再練一次就摔死了 因為你知道還要穿著很重的盔甲 你要是真的從馬上摔下來 是非常容易受傷 而且甚至死亡嘛 所以你知道中古的騎士禁忌 落敗的一方 常常就落馬就死掉了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他不可能騎在馬上就這樣做了 對不對 所以一開始他是徒步去刺 拿著矛去刺這個靶 然後刺的時候 這個靶後面有一個沙袋會打過來 為什麼 就是說你要練習這個一次一閃對不對 一次跟一閃 然後接下來下一步 你徒步會了 就坐在車上兩個人拉 讓你去感覺這個 去刺這個靶的那種感覺 然後接下來當然 你開始期待馬上來練習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說 我不需要做太多的說明 其實各位大概也可以猜到 這個圖到底在畫什麼 這是歐洲的 這是一個十四世紀的版畫 那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 中國賓書裡頭的圖 所以很明顯的當你看到這個圖的時候 你就不會像剛才那個圖 你一看就知道說 這個圖他到底要教我們什麼 因為這個圖的人 跟你剛才看到的那個 中心四將圖的人還滿像 他就站在那裡 他沒有什麼動態的感覺 對不對 相對於你看到的歐洲中古的版畫 他給你呈現的是一個比較動態的感覺 可是在宋代的賓書裡頭呈現的圖 他沒有一個動態的感覺 那個人好像就站在那 對 好 你說這個圖看起來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旁邊有很多字 那我讀這些字好了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是什麼 這個圖是一本書裡頭第一頁 這本書叫什麼 叫做布赦總法 我們知道這個在古代 射箭分成布赦跟馬射 布赦就是圖布射 就是布兵 圖布 馬射就是祭兵 好 所以這本書的內容就是 教你怎麼樣圖布兵的射箭 好 你說這個布赦總法 他告訴你什麼 好 你說這個圖看起來不知道在畫啥 那我讀在上面他說 牧世公上上膠子地下膠底液 下膠底液下 軸鴨在下頑養在下 其實他就在說明這個圖畫什麼東西啊 你的碗要朝下 軸也要朝下 那一手拿著弓一手拿著劍 這個軸鴨在下頑養在下 是說拿劍的這隻手 好 然後你說好 沒關係還有更多我來讀 他說左肩與跨對 跨之中兩腳先取四方立 後直轉左腳 肩指肩指跨中心 跨就是那個射箭的靶子 你的腳尖要指的那個靶子的中間 此為丁字不成八字不就 你不要問我什麼意思 因為我跟各位一樣 我也看不懂 然後你說好 這個讀我半天讀不懂 沒什麼關係 我們再看 左手開虎口 為松下三子 轉霸側 則上銷可隨矣 直抵下銷可抵皮骨下 此為彌其燒 我們不用再唸對不對 再唸我們反正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這就是中國的傳統的賓書常常有的問題 就是說你讀過半天至少啦我不知道當時人看讀了半天怎麼樣 感覺怎麼樣至少二十世紀的人 這二十一世紀的人讀了半天是讀不懂的 他不像這樣的圖 他不像這樣的圖 就算是我們離十四世紀的圖我們離他七百年 可是我們看的這個圖我們大概還可以猜出來 這是在做什麼 可是中國的賓書是這樣子 你看了半天其實你看不太懂 在中國的賓書裡頭有很多很多的圖 比方說在宋代政府編的五金總要裡頭 五金總要是一個非常大部頭的書有四十卷 五金總要的書裡頭有非常多的圖 比方說有一類圖像這樣子所謂的鎮圖 你看過一些古典的小說 比方說三國演藝 水浦傳都會跟你講什麼布鎮 這個比方說三國演藝裡頭就說諸葛亮 這個布鎮多厲害什麼八門金鎖 這個等等什麼一字長舌 一大堆鎮的名字 那你說那個到底什麼是鎮 那一般歷史學者會告訴你 鎮就是一種隊形 這個因為古代的軍隊上陣到戰場上作戰 不像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作戰的時候都是散兵 都是單兵來作戰 為什麼 因為要躲避敵人的機關橋 這個士兵不可能集中在一起 集中在一起敵人用大砲跟機關槍 就可以把你們全部消滅 所以軍隊的行動方式 一定是分散 在古代這個使用 不使用火藥武器的時代 軍隊都是密集隊形 所以士兵都是擠在一起 擠在一起的時候是要有隊形 所以隊形非常重要 在古代兵書裡頭有很多的隊形 比方說這樣的一個鎮叫做燕形鎮 像燕子一樣 燕子行動的 在這個鎮圖上面密密麻麻的 是這個鎮的構成的體 就是說它有哪些細部的小隊來組成 比方說這邊有跳蕩馬 這有左魚猴馬隊 這邊有所謂的大隊大隊 這邊有看比較大的字 什麼右鞠馬隊中鞠馬隊 中鞠馬隊右魚猴馬隊 中鞠馬隊等等等等 所以在這個圖裡頭 你看到了上百個這個單位 小的單位 它構成了這樣的一個鎮 構成了一個鎮 可是這個鎮到底在戰場上 如何的被使用 比方說這個鎮它當然不可能 它就是擺在那裡對不對 因為到戰場上 這個鎮一定是運動嘛 因為要跟敵人來作戰對不對 可是你看到這個鎮圖以後 你充其量只知道 說這個鎮的大致的形狀是什麼 大致的形狀你應該可以看出來 前肩後寬對不對 前肩後寬像燕子 燕子飛行的那個 我們現在很少看到燕子飛行 不過我們大概都知道燕子飛行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一個 它們會擺成這樣子的一個形狀來飛行 然後前面有一個領頭的燕子 所以這個燕行鎮就是這樣子 就是前肩而後寬 然後你說它的構成有100多個單位 大概就是這樣 那至於這個鎮到底要如何的被使用 它在戰場上狀況是如何 當然我們從這樣的鎮圖是看不出來對不對 我們完全沒有概念 你說沒關係 我看半天看不太清楚看不太懂 那怎麼辦呢 我說我們往後面翻嘛 看下一頁有沒有解釋 果然你翻到下一頁有解釋 不過不太長 總共只有四行 那我們很快的把它唸一下 他說又有燕行鎮 就那個圖是在那個書的右邊嘛 所以他解釋在後面 又有燕行鎮 即太公三才之天鎮 孫子之燕行 無起之而觀 諸葛亮之沖鎮也 光看前兩句就昏倒了對不對 因為他只在告訴你說 這個燕行鎮在不同的賓書裡頭 有不同的稱呼 比方說在太公的賓書裡頭 叫做這個太公六濤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太公的賓書裡頭叫做天鎮 孫子的賓書裡頭叫做燕行 無起的賓書裡頭叫做鵝關 諸葛亮的賓書裡頭叫做沖鎮 你說我要知道這些幹嘛 我又不是來考試對不對 說考試的時候老師出一個題目說 燕行鎮它又有什麼別名 你說答案是這個沖鎮天鎮跟鵝關 對不對 你說難道我是來考試嗎 讀冰書是為了考試 知道這些鎮的名字嗎 當然其實不是對不對 你說那你講這些幹什麼呢 你說好那我趕快往下唸 他底下說舉鵝旗久骨則為之 備塵難敵 意斷繞人則立為煙行 還是看不太懂 大概是意思說 不煙行的時候要舉一個鵝旗 然後敲久通骨 然後呢 煙行的這個鎮背後要靠著城池 然後南朝著南面面對敵人 然後又說意斷繞人則立為煙行 這看不太懂 然後底下又說可以勝方鎮 我說這個大爺有點懂 你說敵人布方鎮的時候 我要布煙行 就煙行鎮可以克制方鎮 那為什麼煙行鎮可以克制方鎮 他底下說煙行前銳後章 你說廢話 我剛剛看前面我就知道了 他本來就前銳後章 誰都看得清楚 言賢而行便於左右立於周旋 今曰後而鎮者兼當 玄有立攜其兩旁 故煙行設方鎮也昏倒對不對 還是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為什麼煙行會勝方鎮 看起來大概的意思是說 煙行鎮的特色是 他是一個左右 他的特色是他便於左右的移動 然後呢 他的意思是說如果敵人 好像的意思是說如果敵人布了一個方鎮 然後你用煙行從他的左右兩翼來進攻 就可以擊敗方鎮 玄有立攜其兩旁 煙行看起來是 他意思是說他是前肩後寬對不對 所以他好像便於左右立於周旋 說他運動的時候比較靈活 可以從兩翼來進攻方鎮 所以煙行可以勝方鎮 可是問題是就算你了解的這一點有什麼用呢 難道在戰場上作戰的時候 是敵人布了方鎮 然後你就布煙行 然後你就跟敵人說你輸了 這不是玩電腦戰爭遊戲對不對 說這個敵人布方鎮你布煙行 然後電腦就判定你贏了對不對 沒有這回事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戰場上的作戰 是結果論一切都是結果論 不管布什麼鎮 最後都要打了才知道對不對 也就是說雙方要交鋒 分出勝負 才知道到底煙行可不可以勝方鎮 否則你只是紙上談兵說 煙行可以勝方鎮 那實際上戰場上有什麼用呢 其實一點用都沒有對不對 就是說到戰場上 這個鎮到底要怎麼使用 怎麼樣真正去克制方鎮 你讀完這個賓書 你其實還是一無所知對不對 整個煙行政的說明 都看到他在著重在說明政法的傳承 他的歷史的背景 而不是具體操作的方法 也就是說他給你一大堆書本文字的資訊 或者說歷史的資訊 知識給你很多知識 可是到底這個知識要怎麼用 還是沒有概念 在武經總要裡頭有很多圖我剛才說了 有一種圖是這種正圖 另外一種圖是這種兵系的圖 比方說在宋代 經常使用的一種武器 就是這種拋石機 宋代文獻裡頭就稱之為砲 我們現在盡量不說他是一種砲 因為怕各位跟現在的這種管狀式的火砲 相混淆 中國古代的砲都不是管狀式的火砲 管狀式的火砲出現要到14世紀末年 15世紀的時候才出現 這種拋石機在東漢時代就出現 所以在東漢的文獻裡頭 就會看到砲這樣的記載 這種砲其實都是拋石機 在宋代有各式各樣的砲 這一種砲叫做虎吞砲 你可以看到他的圖 然後還有關於這個虎吞砲的文字的描述 各位看這個圖的時候 你大概對於這個虎吞砲的構造 有一些印象 我想這個應該看這個圖不用看文字 你大概都知道 沒有什麼太難 理論上砲石應該放在這裡 然後前面是繩索 叫做拽索 所以前面用人拉 然後這邊放上砲石 就是石頭 或者到宋代有可能是裝了火藥的鐵罐 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把火藥引線點燃以後 放在這上面然後把它射出去 用人拉 拉的力量把它射出去 射出去以後它爆炸來殺傷敵人 好可是問題是 你即便看懂了這一個構造 你還是不知道這個砲要怎麼射 請問這砲怎麼射 我曾經在過去都說這樣的承諾 就是說只要有一個同學 可以做一個這樣的砲模型 然後到課堂上來射一次 真的把那個砲石給射出去 他就不用來考期末考 然後說了很多年 從來沒有成功過 我以前還開玩笑說 你就來砲班上射 最好把它窗戶給射破 沒關係我來賠 可是從來沒有人做這樣的事情 也就是說其實 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啊 這個東西叫做皮窩 它不像你一般看那個電視上 西方的那個電影裡頭 那個拋石機 它就一個大湯匙對不對 你記得嗎 如果你看過西洋電影 它就像一個湯匙一樣 把那個石頭放在這邊 然後射 然後它前面有一個橫桿 所以那個湯匙射上去的時候 被那個橫桿擋住 然後湯匙不動 然後砲匙飛出去對不對 可對不起喔 中國的砲不是這樣子喔 它不是一個湯匙 它是一個像皮窩 它在文獻 在文字裡 等一下我們看文字 它說這個東西叫皮窩 有時候它不是一個固定 它不是一個死的東西 這個固定的東西在那裡 那那個砲匙到底要怎麼樣固定 好 這是一個問題對不對 好 固定了 你就算你固定 然後前面要用拉對不對 拉的時候 它在怎麼樣一個瞬間 這個 你要鬆開這個固定 然後那個石頭飛出去嘛 這顯然是需要激數的 不是我們這樣憑空想像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去複製 然後可能你要試個幾十次 當然也許你可以掌握到這個要訣 這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問我怎麼設 因為我沒有複製過 然後我沒有練習過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要這樣說的用意是說 即便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圖 我們還是不知道這樣的砲 該怎麼使用對不對 我們不會用 即便我們也許可以照這個圖的這個 繪製 我們去複製這樣的一個砲 可是我們還是不會用 那你說好 我們不會用 我們可不可以看一下旁邊的解釋 我們可以看一下旁邊的解釋 他說用虎頓砲 用前柱小柱四 然後底下告訴你 這個每一個角柱前長一丈八尺 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說告訴你每一個角柱的規格 然後有第一扇光二 什麼下輝光二 然後底下的小字都在跟你講 這個各部門名稱的規格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一直看一直看看 看到哪裡了 看到拽鎖四十 前面拉的繩子有四十根 然後他告訴你說 對不起這邊有先說 這邊有一個皮窩 所以我們大家知道 這個叫皮窩 皮窩一 長八寸擴六寸 所以這個裝砲石的這個皮窩 長八寸寬有六寸 細鎖有六根 然後拽鎖有四十根 然後四十這個拽鎖呢 的規格是什麼 長四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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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條用麻四斤 就是說他是一個麻繩 其實就是麻繩啊 然後這個麻繩長四障 用四斤的麻來做 好然後最後他告訴你 凡一砲七十人轉 一人定放 前面有七十個人來拉 然後有一個人要負責 固定這個砲石 然後射程有多遠 放五十步 可以射五十步 是多種的石頭呢 送十二斤 可以把十二斤種的石頭 射出五十步遠 就是這個砲的性能 然後結果 我們還是不知道怎麼射 對不對 四十根拽鎖為什麼七十個人拉 你有看到 除不進啊 為什麼四十根繩子是七十個人拉 這不是很奇怪嗎 一人定放 那個人到底要怎麼定放 不知道 所以這樣的知識 存在了一千年 它有沒有什麼 軍事上的實際的用途 在我們現在看起來沒有 用我們作為一個讀者怎麼看 都還是不知道這個東西要怎麼用 我們充其量 可以按照這些規格 把它複製出來 複製出來 還是沒有實際的用途 因為你不會用 那你說不會用 你為什麼要寫這樣的書 為什麼要寫這樣的書 很簡單 這些書都是文人寫的 是文官寫的 皇帝下命叫文官說 去編一個賓書 把所有跟軍事相關的技術 知識全部都蒐集起來 所以這本書叫做五金總要 他說這個關於軍事經典性的知識 我們都把它蒐集到這裡 對於這些文官而言 他們當然不知道這個炮要怎麼使用 因為這些文官從來沒有軍事的經驗 那當皇帝命令他們要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怎麼做呢 最簡單 他們跑到製作炮的工廠 去跟這些工廠的人員要檔案嘛 你可以想像 一個工廠要製作這個炮 它要備料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到 用虎蹲炮用前後角柱四 什麼丁扇光二 扇會光二 其實就是備料的清單 工廠裡頭他們要備料造這個炮的清單 它全部把你抄在這裡嘛 所以非常的詳細 每一個材料 比方說這個拽索 藏多少用多少的麻 它都寫在這裡 那這就是這些文官它可以找到的資訊 那至於這個炮到底要怎麼做 做完以後要怎麼放 對不起工廠裡頭不會有這樣的書本的知識嗎 它不會寫在文件上面 因為你可以想像 製造這些炮的工匠 他們都是師父傳徒弟 跟他講這個炮 這些料備來了以後 它怎麼樣被拼裝起來成為一個炮 對不對 是師父交徒弟 使用這些炮的軍人 他們一樣也是口口相傳 老的軍人叫新的軍人 說這些這個炮要怎麼使用 這些軍人絕大部分不識字 所以這些炮的操作技術 當然也不會被寫下來 那只要不被寫下來的東西 當時的文官就不知道 因為這些人就只是會念書 對不對 我們知道他們沒有什麼實際作戰的經驗 我們說過宋代已經是嚴重的文武分圖 讀書人他們不太可能去從軍 從軍的人大部分不是字 所以當這些文官文人要去編冰書出的時候 他們編出來的冰書就會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樣子 表面上他這樣的冰書 蘊含了豐富的資訊 蘊含了豐富的知識 像是正圖 像是兵器 對 可是你要思考他的實際功能 卻非常的低 非常非常的少 對 因為你作為一個讀者 你可以想像你怎麼看 你都不知道有什麼實用的性 你看剛實的前面的正圖如此 你現在看這個兵器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宋代以後 中國兵學發展上面的一大問題 就是說表面上 宋代是中國兵學的一個復興的時代 大量的兵書被寫作 從政府到民間 大家都在寫兵書 我們說這個從戰國以後 中國的兵學就很衰落 到宋代重新的興盛 可是問題是這樣的兵書 它的實用性卻非常的低 這樣實用性很低的兵書 它其實反映的就是一個文武分圖的結果 只是我們現在看不到宋代有五人 宋代軍人寫的兵書 宋代軍人有沒有寫過兵書 有其實是有 不過都失傳 我們要找中國歷史上 由軍人寫的兵書 最早的例子已經是明代的七季光 我們講到明代的時候 會跟各位來介紹 七季光寫的兵書 就跟這樣的文人寫的兵書 非常非常不一樣 其中一個極大的差異就是 比方說像五金總案 我剛才說的它有四十卷 所以它非常的大 內容很豐富 可是如果你去看七季光寫的兵書 其實這個七季光的兵書很薄 很容易看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差異 其他我們可以到明代的時候再介紹 好 我們對於宋代的這個文武的問題 我們先再介紹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 這個文武的分圖是一個大問題 有一些書各位可以看 比較通論性的 就是劉子劍的略論宋代五官 在統治階層中的地位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通論性的 非常短的一篇文章 可是很有趣 那你要看漢代的文武關係 就是廖伯源跟邢毅田 他們是代表的學者 然後廖伯源研究 西漢將軍制度及其政治地位 邢毅田的允文允武 漢代官吏的一種典型 就是西漢在漢代 還是一個文武不分的時代 到唐代開始文武分土 剛明是唐代的文和武 陳鋒研究宋代的軍人 武士的悲哀 北宋從文義武線上透析 還有我自己的博士論文 power structure and cultural identity cibe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ime to early song 唐宋之際的文武權力的變化 這些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來參考 中國文武功方式的電影 文武功方式的文武功方式 提供文武功方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